接上集 陆山河从箱子里拿出百雀零分给女生们 又从兜里拿出二百元给沈薇 山河 我 我不能要你的钱 赶紧收好 少说废话 这钱不是给你乱花的 大学里城里的学生多一些 肯定有一些人情往来 你请大家吃吃饭 我不在身边今后在学校才有一个照应 大学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还有些时候要比公社还要负载一些 沈薇一下就明白了陆山河的意思 陆山河把钱给自己的意思 是让自己大方一点 多团结同学 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欺负 沈薇把钱接了过来 山河 以你的学习水平 考大学一定没有问题 你 你也考个大学吧 再说吧 行了 快回去吧 我走了 沈薇知道陆山河要在江州市考察市场 便不再多言 陆山河漫无目的地在江州市走着 看着江州市没有翻新的街道 陆山河心声感叹 90年代 房地产第一次改革的时候 江州市的房价也就几百块一平 等到2020年左右 江州市核心地段的房价 已经上涨到了三万多一平 我要尽快赚到更多的钱 这样就能够在90年代初 商品房第一轮改革的时候 搭上顺风车 到时候即便是什么都不做 都能够躺赢 帅哥 进来玩一下 陆山河顺着这人指的方向看过去 看见陆山河的头望在那边 30来岁的妇人 见陆山河好像有意思 赶紧在陆山河的耳边说道 小哥 这样吧 我看你是第一次来 过来尝尝先 你给个三五元就行了 保一天多少 陆山河此话一出 中年妇人差点吐出血 这种情况 她还是第一次遇见了 一天就收你十块吧 一个人一天三块 同意我就来 不同意拉倒 我可不止要一个 这段时间严打之后 妇人这边的生意也很差 中年妇女想了一会儿 咬咬牙说道 三块就三块 走吧去选人 小兄弟 你要几个人陪你 年轻虽然年轻 身体好 但是也要注意 出事了我这边可不负责 美女姐姐 你放心好了 我的身体好着呢 陆山河跟随妇女来到屋内 小姐姐们全部都站了起来 期盼地看着陆山河 你们这几个 谁不想走路的 或者是走路的速度慢的 就回去吧 小哥 咱们又不走路 这个是什么要求 陆山河见没有人回去 便对中年妇女说道 行了就这五个吧 这一下 妇人瞪着大眼睛 忍不住又看了一下 陆山河的下半身 小兄弟 你确定是五个人 陆山河直接将 十五块钱掏了出来 你看我是开玩笑吗 美女姐姐 你要不要一起加入进来 不行 不行 我年纪大了 你白给我开玩笑哈 中年妇女就要伸手 去找陆山河拿钱 哪知道陆山河 直接把钱揣进兜里 这钱可不是这么容易 就给你们了 你们事情都没有做完 那就要问报酬的事情 我现在布置任务了 大家如果干得下来 那就去做 干不下来 这份钱你们也挣不了 我要大家想办法 分散到江州市的 各处小街小巷 以及人流量 比较大的地方 去看一下这些地方的中餐馆 火锅店等等 所有的一切餐馆 现在是饭点 你们去看一下 他们的生意 到底是怎样 有几间铺子 几个桌子 卖的是什么菜 价格是怎样 有多少人在吃饭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 我在这里等你们 争取在八点以前给我信息 三块钱是基础费 谁要是干得好 信息详细 我一会儿 每人再奖励额外的三块钱 众人一听这话 一下惊呆了 没想到路山河出手这么阔绰 这一下女孩子们开心极了 纷纷拿着属于自己的钱 赶紧去工作